So Free So Free 自立自建 So Easy 每周三十分鐘 聊聊自立自建的方方面面 讓你輕鬆蓋出夢想家 大家好 我們是So Free 漢元開發 我是今天的節目主持人Leo 作為自立自建蓋出夢想家的第一集呢 想當然我們就要邀請幕後的主使人 來跟我們聊聊 待會我會邀請他出來 那說明一下這個節目呢 以後我們都會邀請到 業界的建築師、設計師、貸書、銀行的貸款專員等等的 主要是來跟各位探討 各種在自立自建上面 我們會碰到的面向 了解這些業界人士 這些來行 然後我們知道他們的看法 掌握正確的資訊 讓你自立自建不踩雷 我們的節目呢 會在每周三定期的更新 所以想要掌握 更多自立自立的資訊的 別忘了追蹤我們 我們會讓你 輕鬆蓋出夢想家 好 那 廢話不多說 讓我們來 介紹 這整個節目 的幕後主持人 Jazz Hello Jazz 大家好我是Jazz 那我是Soul Free的創辦人 那簡單講一下我過往的經歷是在中國越南的房地產開發商執行大規模的造證任務 那回到台灣之後我創立Soul Free的主要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是我發覺 自立自建市場的資訊不對稱 那他整個 新建的流程 過於的複雜與冗長 造成很多溝通上的爭議 那第二個 是我們在高地價高房價的環境下 我們中產階級的基本居住權利的議題 一直以來都是被忽視的 所以主要是這兩個原因讓我有這個起心動念想要創立Soul Free 那這樣是 我想要聊天道理Soul Free主要在服務什麼樣的 提供什麼樣的服務啊 可以去解決你剛剛提到高地價高房價這些問題 還有 自立自建秩序不對稱這些問題 是是是 簡單來說Soul Free漢原開發我們提供一個半模組化自立自建的套裝方案 那我們主要拆分成三大區塊 第一個是房屋主體方案 第二個是室內解決方案 第三個是室外的解決方案 那我們整個目的是為了要讓消費者 收斂在自立自建過程中這些不確定的因素 降低溝通跟時間的成本 減少營造成本追加的風險 那目的就是說我們會給消費者一個 我們這三大方案裡面 已經發展好的一個 建築語言統一的產品 讓消費者直接在這個上面去做選擇 那這樣聽起來用我的解讀來講的話就變得比較像是你把自立自建這個 這整個流程變得像是在玩樂糕一樣 我們可以不同的模組然後把它拼裝起來這樣的感覺 是的 是的是的 沒錯 對 好 那自我介紹完了我們來 第一個首發 一定要跟大家聊一聊的嘛 為什麼我們當初會想要做這個節目 第一個主要是 我看到了 自己蓋房子的爭議 多來自於 想像跟實物之間的一個落差 那業主的想像與 建築師他們一個是比較感性的一個想像 一個是比較理性的 那他們之間的溝通落差 常常有時候在初期設定的時候 是必須要去 去同步的 那假設在沒有同步的情況下就送了建造 到最後的施工營造的階段 再來修修改改等等的 這會造成營造費用的追加減 那也因為這樣的修修改改有可能品質啊 會有產生很大的瑕疵 那消費者跟營造端 的這樣的品質的認知的不同 又會造成非常多的爭議 所以這些環節其實都是 環環相扣的 那 對於sofree來說 我們的催生主要來自於 去解決這些問題 還有一些 多數族群的基本居住的權利 還有興建過程中所會遇到的這些 疑難雜症 所以簡單一句話 sofree要讓你 就是住得起 住得好 同時也住得爽 所以我們今天想透過這個節目呢 分享更多 資地之間的資訊 讓消費者了解 資地之間其實一點都不難 好 那 大家如果想要真的知道資地之間是不是一點都不難 記得就要開始 追蹤我們的節目 是 介紹完之後呢 我想要了解的是 我相信這個也蠻多人想要了解的 嗯 究竟自地自建跟我去買 這種 建商 蓋好的城牌的透天心城屋 比起來真的有比較便宜 我有聽過這樣的說法 是 這是一個非常常出現的問題 也是在 台灣市場上 那大家普遍喜歡用價格的定位 商品的價值嘛 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說 在不同的目標市場 裡面 會有不同的消費行為啊 價值觀或者是 對於價格的認知的觀點 所以 我們今天如果我們今天去 定毛一個中階市場來看好了 買新城屋比較像是在 IKEA 或者是 B&Q 眾多商品之中 挑一個 符合你當下條件 能力 需求跟偏好的 標的物 那 資地自建比較像是一個定制的概念 我們是一個定制 個人風格 它的價格不一定比較貴 但也不見得比較便宜 完全是取決於個人的偏好 需求 如果再談到說 目前台灣市場上一個比較普遍的建造成本 大部分 大部分是10萬上下 那我們會因為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 價格標準嘛 這是資地自建市場上普遍認知也能夠 接受的價格 那 如果說今天我們 Bill Gates 要蓋一棟房子好了 那建商報價10萬塊 我想他可能第一個 呃台幣 台幣 哈哈哈哈 OK 對 所以我想他可能是 他的反應應該是這個 價格蓋出來的房子 你的工作的內容是什麼 那我們這個結構安全嗎 到底有沒有用環保材料 因為 美國其實很重視這個議題吧 是不是有用回收的一個環保材料 那再來是 有沒有符合勞工安全 還有最近一個很夯的議題就是節能減碳 永續發展 所以這一些因素呢 都是把我們的造價 往上墊的一個原因之一 所以台灣其實未來 這個造價也是慢慢的會 隨著這些意識的 興起而往上墊 所以 回歸到我們剛剛問的這個問題 有比較便宜嗎 第一個 這樣的價格的合理性 便宜與否 CP值 我覺得是必須建立在 對等的工作範疇和 比較項目上 這樣子再比較才會比較客觀 嗯 有道理 我覺得如果要比較客觀的話 你剛剛的Bill Gates 應該要換成郭台銘 會更客觀 Apple to Apple 是是是 對對對 OK 好 這樣聽起來就是 自立自見 他 講坦白還是要看 你自己的個人 的偏好 才會知道說他到底跟 你是跟怎麼樣的新陳 會去做比較嗎 嗯 是 那既然我們剛剛在談 這兩個的價格 我其實很想要了解說 自立自見跟 你買新陳物 如果我們從兩個面向來討論的話 你的看法是什麼 如果我們從 價格 跟價值 這兩個面向 你怎麼看 如果說我們今天從價格上 我們簡單把它拆分成四個部分 就是 料 工 費 跟利潤 那我們再來把它 我們再用這四個標準來探討 新陳物跟客製化 從新陳物上來看 第一個 我們的房子是大批量的生產 所以材料可以做大批量的採購 相對的成本也比較低 這是 比較實務上的一個商業操作嘛 那第二個 是我們的工班的施工的重複性高 那單位的勞力成本也降低下來了 這個是因為我們大批量去把它分攤掉的關係 那再來是在整個專案裡面 我們在建商裡面會有一個管銷的費用 那因為戶數多 我們都把它也是分攤掉了 然後最後再加上 建商的一個合理的利潤 那客製化反過來 客製化來說 我們今天假設是蓋一洞 那我們材料是做小批量的一個 一個購買 所以我們的能接受的價格 不會是大批量這樣子比較有 談判籌碼 談判空間的一個價格 相對也會比較高 單位的一個成本也會比較高 那再來是 我們的工班 因為我們是零散的工班 不能像是大大的工班 有包工頭的這種 他們 必須去特別去整合 然後我們去個別發包 舉例來說 以機具這個這個角度來看 吊車兩個小時就算 半天的價格 不是按小時計算 不是 因為他們每一次出車都有一個基本的費用 所以說我們今天因為工程的延檔 延到下午兩點 那這樣就算一天的價格 這樣就要一天 這樣算一天 我不能說我過半天 然後我一個小時交多少錢 這樣子 是啊 所以就是說 因為很多自地之間 業者 業主的想法是 我希望把這管理費用自己賺 那我利潤就是自己賺嘛 但是如果這些管理的介面 工序等等的安排 沒有去協調好 你有可能這個吊車是 Delay 一天 兩天 三天 那這個都是以移動的 這個單位去算的 這樣的成本 這樣相對起來 累積起來也不會比較便宜啊 嗯 是啊 對 對 有道理 所以 那如果 那這樣子來講的話 我 聽起來啊 聽起來 我小結一下 以價格的部分的話 會有幾個面向吧 就是你剛才講的料 然後 工 然後 費用的部分 還有利潤 這樣子來看 對 呃 好 我覺得這是比較 呃 怎麼講比較理性一點的 的 的觀點 如果我們來 從價值來看的話 你認為 新城屋 購買新城屋 跟置地之間 這兩個會 在價值層面來講 會有什麼樣的差異 OK 呃 如果從價值層面來說 我一樣分成兩個 角度去探討 第一個是感性層面 第二個是理性層面 那感性層面方面 第一個 我們的起心動念 是蓋自己的家嘛 那我們要完整的 這個家人要參與所有的 過程啊 討論啊 去創造這樣美好的回憶 最終實現一個所有家人 想像中的一個夢想家 嗯 但是我們如果從理性層面考量的話 我們還是得必須考慮 第一個 他的風險 他的機會成本 跟他的代價是什麼 對 那我們今天從這幾個角度再往上 往下去探討 參與的程度也就是授權的程度 如果從感性上來看 我是業主 我一定會覺得說 啊這是我的家 我要抓住每一個細節 但是理性的層面又會想說 涉入這麼多 自己真的能夠掌握這個專業嗎 會不會搞砸了 等等的 對吧 對 對 那反 相反的反過來 另外一面 就是 機會 機會成本 我願意投入更多的時間 勞力來親力親為 然後我不願意相信別人 會好好對待我的小孩 別人不會好好的把每分錢 用在我的刀口上 但是 每一個人一整天的 都是24小時 是有限的 對 我投入的時間跟勞力成本 不一定能夠成正比 我可能要多花人家兩倍三倍的時間去了解 這些細節 甚至有可能 因為方向錯誤 而導致結果也錯誤了 然後 就是一發不可收拾 這樣的品質 可能到最後也不是我們想要的 除非那個人太閒啦 他沒有工作 如果像我們都有工作 我應該是沒有辦法 24小時去那邊盯著看 是啊 就是特別是像現在的一個家庭組成 比較像是雙心家庭 就是 夫妻之間彼此都是有工作的 所以比較沒有辦法 這樣去親力親為 那現在這個社會 也感覺比較是尊重專業的 這樣的一個社會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現象 對 對 那最後有一個風險 這個風險考量是 如果以感染的層面來看 我們只看得到眼前的 看不到的風險就不是風險 所以就是會有這種 放不開要掌握的 這樣的一個心態 但是從理性層面上來看 就是風險都是藏在這些 專業的細節裡面 每一個環節 每一個界面的錯誤 往往造成一個 連環保 導致時間越拖越長啊 吵架越來越多 增加的成本越來越高 所以簡單來講啦 就是 隔行如隔山 對 蓋房子 探視很簡單 但是其實它有很多的面向 都沒沒嘎嘎要去注意 是啊 對 除了錢之外 是我們在置地之間如果要找團隊 或者是 甚至是你自己要自己 同報的話要考量到幾個要點 第一個就是 所花的時間成本 然後 你要投入的精力 多寡 是 因為有可能 必須要 自己花額外的精力去 去 監工嘛 你就像你剛剛講的 別人的 別人的孩子 死不完嘛 對不對 你會把他當作自己的孩子去看待嘛 對啊對啊 然後再來是 如果我們 因為自己不專業 或者是 施工團隊的不專業 造成在管理上會有失誤 那那些失誤造成的風險 誰來承擔 然後 這邊我也可以舉一個例子 OK 就是 過往我們有個經驗 他是 一對夫妻 然後 老公是在國外工作 那 當時他們蓋了這棟房子 老公都一直用 電話去 越洋 遠端遙控 遠端遙控老婆去處理現場 他們放不開你知道嗎 結果後來 搞到最後 因為 彼此之間 不會說離婚了吧 沒有沒有 搞不好離婚 吵得很兇啦 但是 老婆瘦了好幾公斤 這也是額外好處 這是 這是外好處 所以如果要減肥請選擇資地資檢 重點是他們沒有因為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模式 他們反而增加了更多的爭吵 然後增加了更多的成本 因為一直不斷地在犯錯誤啊 在在這個施工管理界面上 然後遠端遙控 對不對 對啊 因為也跟工班之間有很多爭執啦 所以其實對於我們這個業界來說 我們還是認為 我們還是認為交給專業的去管理會是比較實際的一個做法 嗯 是 對 是 這聽起來 如果要自己做 唯一的好處就是可以減肥啊 除了這之外 聽起來好像 好像怪怪的 對對對 這個沒有利大於弊的感覺 沒事 OK 那 下一題呢我想要來探討的是 我想要來直球對決啊 因為我相信 你剛剛也講到 這是 呃我們大部分的消費者 沒辦法我們就是不懂 所以我們 第一個要買任何東西的時候 我們 第一個想到一定是 這個 價格多少錢 所以自立自建的究竟 一瓶 要花多少錢 嗯 對 OK 我最喜歡直球對決 就跟最近那個大股祥品一直打紅布讓一樣 哎呦有看了 有在跟 支持亞洲選手 OK 呃其實自立自建一瓶多少錢 往往是 消費者 第一個會問的問題 嗯 那因為消費者 一個習慣有一個價格來做衡量基準嘛 就跟剛剛講的 但是 但是每一個人的價格與價值的 天平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也 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 的客人啦 那我們今天如果以 最實際的工程上 一個概算 成本結構來看 我們的建物主體結構佔了41% 那我們的裝潢工程佔了36% 那我們設備工程佔了23% 這是一個比較 實務上的一個數字 那建物結構主體的費用變動幅度 會隨著原物料 勞工的費用 工程機具的費用來增加或減少 不過像最近因為疫情的影響比較劇烈 鋼料的增長幅度從去年到現在 就有將近50% 所以我們這個業界就苦哈哈你知道嗎 差這麼多 對啊 差真的差好多 這這這這這我其實蠻好奇的喔 這題外話 是 我其實搞不懂為什麼 鋼跟疫情 有什麼樣的 有有有什麼樣的 直接觀點 為什麼因為疫情 然後鋼那個價格就漲那麼多 我覺得有兩個 幾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是原物料 鋼要礦砂嘛 澳洲跟中國之間彼此之間因為貿易的一個戰爭 然後澳洲不輸出這個製鋼的一個礦砂給中國 那中國以前是鋼的一個最大的生產國嘛 他也去銷了全世界 這是第一個在供給上面 跟原料需求上面被打斷了 那再來因為是這個疫情 大家的 大家的一個貨運的需求量越來越高 所以我們的貨運成本 也一直往上點 所以 這是一個 你 know 就是機生誕誕生機的一個 一個 一個原因 所以也是造成說現階段 你看過去 過去那段時間房地產好像一直飆漲對不對 但一直到 現在 這個現在的最營造成本跟勞力增加的這個成本的幅度 對於現在要自立自建的業者 其實是有一點 有一點那個入門的門檻有點高了 嗯 是 我了解 好 對 我提外話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沒事沒事 OK 所以我們先階段再往下看 裝潢工程是取決於你的室內設計 你的材料的等級啊 施工的 施工的複雜程度 那設備工程就見仁見智了 你可以用湘金的又湘銀的或者是鍍銅的 所以每個價格也都有所不同啊 就是 KG 馬桶 對對對 對 你可以就是 有不同的表面處理 不同的製程 還有當然有不同的品牌 這些價格就要看 消費者他的偏好是怎麼樣 他的需求是怎麼樣 所以 現在市場上普遍含的10到13萬美瓶 是一個普遍概算的綜合經驗值 那你要看的內容物是 他涵蓋了哪些東西 對 OK 所以這樣聽起來好像 我好像沒聽到什麼標準的答案 好 那沒關係 既然沒有標準的答案 至少我想要知道說 如果假設我今天 10萬一瓶 跟15萬一瓶 蓋出的房子有什麼樣的不同 OK 如果是這樣子 今天我們就是實際來探討一個 設定的一個 情況好了 我們假設固定面積為50瓶 然後我們蓋兩樓的結構體 10萬的總價就是500萬 15萬的總價是750萬 兩者加差250 那我們再固定一個 兩個變因 我們室內裝修跟 設備標準的等級 都一樣 不要有Toyota跟Lexus的差別 好 那我問你 有屋頂的房子跟沒有屋頂的房子哪個比較貴 當然是 應該是都是有屋頂的比較貴吧 是吧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 傳統的透天連牌 我們叫換廚 大部分都是平頂的 因為他 跟你家一樣嘛對不對 對對對 那我們家那也是後來加蓋上去 都是這樣的平頂 因為屋頂本來就是遮陽避雨的一個地方 但是傳統這樣的屋頂 女兒牆跟那個樓板結合的地方有可能 因為台灣沒有這種保養的觀念 第一個日久曬 然後地震 然後雨水的滲透 等等的 還有這個 那個材料的一個 一個 一個變化 都會讓我們整個 房屋的結構裡面 是有風險 去有這個漏水的風險 對 那為什麼我們 在傳統的市場上 他都是用平頂 因為他可以一次性的施工快 然後節省成本 也省錢 這樣子 喔 OK 所以其實 平頂的是比較便宜的 沒有屋頂的 有屋頂其實會比較貴 是是有屋頂會比較貴一點 對 好解 那再來是 如果我們今天有挖地下室跟沒挖地下室哪一個比較貴 一定是挖地下室啊 你就多一次工嘛 是啊 所以我們在挖一層地下室 他所牽涉到的機具 人工材料跟工序都會相對複雜 會比在地面上長的還要再更複雜 嗯 OK 那再來是 有庭院的房子跟沒庭院的房子哪一個比較貴 有庭院吧 有庭院吧 一樣那跟地下室一樣也是多一次工 是啊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傳統的透天 最有效率的蓋法 就是前面是停車庫 後面就像火柴盒一樣往上漲 跟我家一樣 跟你家一樣 我們連排的都是漲 都是這樣子 對然後前面停車上面沒有沒有採光罩 所以還在做採光罩去遮陽避雨 這是就是我們現在一個市場上的現象 對 那再來喔 我們今天談到門窗好了 我們今天我們窗跟門 我用的是YKK 跟普通的品牌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貴 有品牌的 當然是YKK 台日本的 這體根本送分 所以 這個材料的進口 或者是 台灣的本土的材料 它一定有一個 有一個 本質上的不同 價差 對 所以我們這個單品的造價 剛講的 我們把這些規格都固定了 但是10萬跟15萬 它的內容物 就已經不同了 所以你今天要問我說 喔 我今天蓋一個房子 我可以用 10萬蓋好 可以嗎 我可能跟你說可以 但是大概只能這樣子的交入標準 想說我要用20萬來蓋 也可以 但是要看你要用什麼樣的交入標準 對 所以價格的多寡多來自於材料的等級 規格 耐久度 品牌 各種各樣的原因 所以其實這樣聽起來就是因為 蓋房子它不太像是買車一樣 假設我現在要買一台車 我的很多東西都已經是標準化了 例如說我買標配版的是多少錢 然後高配版旗艦版的 它就是每一個版本可能都加一些 例如引擎升級啊 音響升級等等的 所以你可以有固定的價格 但聽起來蓋房子就是因為 因素太多了 那很難有一個固定的價格 然後給消費者這樣做參考 是 對 所以Soul Free的 因為剛剛提到的這些 眾多的一個變因 是太多了 尤其是人為的變因又更多 所以 Soul Free 的概念就是我們提供這樣子 已經 設定好的 這些材料標準跟屋形 還有房屋的主體的 建築語言的統一 讓消費者 就像買車一樣 我今天買的是標配 我今天買的是有 自動駕駛的 我今天買的是裡面是高級 比較高級有牛皮的 有高級音響的 這些等等 都是 讓消費者去做 選配 是嗎 選配 對 去做選配 對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整個溝通的過程 說得很短 也把這些不定的因子把它 減少 所以讓我們的整個交戶的風險 就大大的降低 啊 所以 這樣 對 這樣聽起來就合理 就是 以 大部分 我們在買東西的邏輯就會比較相近 因為 我們一定是先看到價格 對 對 是的 是的 對 那這樣子的話 我會蠻想要了解的 就是說 呃 我們平常在聊的時候 我其實會 有點不撒少 就是覺得說 這 資地之間 要碰到的人 要跑的 執照 文件 哇 哩哩哩哩 有夠多的 有時候 聽你講完一遍 我還是搞不懂到底 我要準備哪些東西 我要找哪一些人 所以 可不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 自立自建它有哪一些 我們說 通用的流程好了 然後這樣可以讓大家比較 不管你是要找廠商 或者是 或者是想要自己跑的話 我們會有一個比較清楚的框架 OK 好 首先因為我們在跟客戶溝通的時候 我都習慣先讓他知道 房屋的一個標準流程 這樣子客戶有一個底 他也比較安心 那我們可以先從 我簡單把它區分成五個大的區塊 五個工作流程 土地 設計 成本 營造跟教務 它是一個 線性的一個 一個順序 從土地這邊我們要探討的是 第一個 如何取得 具備可以蓋的條件的土地 也避免掉說我們買了地才發現 哇 這個不能蓋 這個就很尷尬了 所以有地是不能蓋的 對 有地是 有地是不能蓋的 對 你要去看 看你的內容物 那這個土地這一塊 我們因為它太專業了 我們到時候會邀請 就是 土地開發公司的一個負責人 來這邊跟我們分享更多的一個 一個土地方面的 要怎麼去購買 然後買了之後要怎麼辦 等等的 這步很重要 等下買了一個 買了一片地就不能蓋房子 萬事起頭難 我們開始第一步就要走對 對 那再來是 從設計的層面來看 我們要如何跟設計師溝通 來收斂我們的需求 再來是來取得我們蓋房子的許可 也就是建造執照 對 那從財務 這個執照是是說 你可以 開始蓋房子這樣子 是的 它就是一個 入門的門票 你可以蓋房子 在政府的法規的審核底下 跟各項的技術條件 都符合政府的一個 規範的時候 它就給予我們的建造執照 好 理解 是 財務的層面來看 就是說我們如何取得 合理的報價 然後再來是 如何順利取得 銀行的貸款 然後也讓我們的房子能夠順利的蓋下去 OK 那營造端的話 我們如何篩選 合格的營造商 清楚完整的營造流程 還有完整的營造履歷 然後最後是如何取得 使用執照 順利的使用這個房屋 等等 所以這裡又有另外一張執照 是不是 是的 剛剛是 建造執照 現在是使用執照 是的 所以使用執照的 作用是什麼 簡單來說你來到使用執照 你就可以入住 可以使用 然後建造執照是 你就可以蓋 嗯 就是兩個權利是不一樣 OK 是的 然後最後交屋呢 交屋的燕屋程序 還有細項 我們要讓消費者完整的知道 然後最後是 業主的最基本的保固權益 還有最後過戶的這個程序等等 就是我們要 來實際讓消費者 去理解 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在資訊欄裡面 有提供 自立自建懶人包供大家下載 那裡面包含 自立自建 檢核表啊 去讓你評估 現在你的 階段是在哪裡 還有我們的 自立自建流程表 來讓 我們的業主 有意想要蓋房子的業主 去了解他的任務順序 配合的單位 提供什麼材料 然後要達到什麼樣的階段性目標 這樣子 很佛耶 很佛 這個 這個我自己在 找這些資訊 我找了老半天 會覺得 我看完我還是 我還是一頭霧水 我不知道怎麼開始 對 就是 我們有感觸啦 就是因為消費者 在整個過程中 大家去那邊抓一點資料 那邊抓一點資料 自己拼拼湊湊當柯南 對 反倒是到最後 真的像柯南一樣 對 真的像柯南 所以 我們不僅我們提供這樣的一個完整的框架 我們同時呢 我們還會在接下來的節目裡面邀請這五大環節的 專業人士來跟我們分享 那我剛剛提到的有一個土害公司的負責人 然後再來是 我們貸書啊 地震室啊 或者是測量公司 還有我們的建築師 然後還有銀行的貸款 要怎麼樣拿錢嘛 然後最後是營造公司 來現身說法 說哪些環節蓋房子是怎麼樣 最後還有一個專業的營屋公司 現在有一個新興的一個產業叫營屋公司 來分享 營屋還有專業的公司啊 對啊 驗收房子的公司 對因為 消費者意識的興起嘛 這些品質 往往就是非常重要 也藏在細節裡面 所以 我們主要邀請他們來分享的主題是 第一個他們是誰 第二個 他們的工作在做什麼 那第三個我們身為自地自建的業主要怎麼跟他們配合 還有 他們這個行業的一些 妹妹搞搞到底是什麼東西 來幫助我們的消費者 來在自地自建前能夠了解更多的細節 也規避掉更多的潛在風險 對於我自己啊 我本來就是 建築了小白 那我也是希望說 我這樣的角色會 代表大部分的大眾 因為像我剛剛問出很多 其實是蠻白癡的問題 但是重點那是 以小白的角度來講 我真的不知道 然後 我也只能問出那樣的問題 不過我相信可以透過這樣的節目 讓更多人 可以了解說 自地自燃的整個流程 然後 所有的細節 然後該注意哪一些事情 並不是說我們要 自己成為 很專業的建築人士 而是至少我們要知道說 我們會 碰到哪一些情況 然後碰到那些情況的時候 我該找誰 然後 我該怎麼樣的去面對 然後 我遇到什麼樣的報價 我可以知道說到底是合理還是不合理 對吧 沒錯 是的 好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尾聲 很謝謝我們今天的 我們的幕後常敬人 我們的幕後 主持人Jazz 來跟我們聊聊 那 關注我們的 部落格 我們的Podcast 我們YT頻道 因為我們下集呢 會邀請到我們 SoulFree的合作建築師來分享 究竟建築師他在 自地自建的這整個流程裡面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然後他們都在做些什麼 然後我們能夠 怎麼樣來跟 這些建築師來配合 好 那最後呢 在我們資訊欄裡面 有剛剛Jazz提到的 自地自建的 簡合表和流程表的 欄能夠下載 動動你的手指頭 你可以 獲得更多自地自建的資訊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下週見 拜拜 拜拜